戰鼓在即西雄爭霸 在第16屆的SBO超級籃球聯賽 歡迎在2019年的1月17號的晚間6點鐘 準時打開電視機鎖定WinTV綜合台 為您帶來的現場直播 當然在今天為大家帶來兩場比賽 首先在D場的賽事要由目前陷入9連敗的D場的台銀 要對上的是在近10場比賽5勝5敗的育龍納智傑 當然在這場比賽對於兩隊來講 必須各有任務要來完成 首先我們先來關心一下兩隊在目前的排名 玉龍雖然在近10戰裡面是勝率一半 不過目前還在全聯盟排在第二 12勝8敗的戰績是排在第二 而台銀在吞下的9連敗之後呢 現在是3勝16敗在聯盟裡面競賠莫座 但是對於這個前面的集團裡面 其實還有機會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 進行直追看看嘗試能不能夠進入到季後戰 大家好大家晚安 這場比賽是由我楊布希以及球評陳志忠 為大家帶來球賽的轉播服務 這邊晚安 國志晚安 各位觀眾晚安 好 當然在今天比賽一開始 我們看到兩隊的情況 首先先來談談玉龍好 再來玉龍在上禮拜少了 Sony Sakkini確實 狀況 靠Eric Dawson一個人進去獨挑大梁 但是今天賽前的好消息回來了 玉龍終於可以不用再孤鳥奮戰了 這很開心 第一很開心就是Sony的背傷已經好了很多 所以她今天可以出賽 但我們像德威啦 其他的傷兵陸陸續續都會發生 但希望像招男啊或者是正如他們 就要去多分擔一點手揚這樣的工作 因為對方的速度比較快嘛 所以可能我們在這個地方就要大家默契要再好一點 我們預計是在30分鐘以內 但就看她的狀況嘛 如果或者看比賽狀況都不一定 如果要超過也沒辦法 反正還是要讓她試嘛 如果看她試完的時候狀況是怎麼樣 好 我們看到其實李奇異軍教練也在賽前提到 Sony在今天可能使用的時間 原則上來講不希望超過30分鐘 但是如果真的戰況緊繃的話 那也不一定 但是對於這個下背肌的這個傷勢 現在來說 哇 那就要靠Avery Dawson一個人 看看能不能在今天來多負擔一點 特別是在Sony確證的比賽裡面 我們看到Dawson 她的一駐晴天 確實還能夠撐起整個玉龍在進去的優勢 對 尤其肯定玉龍在過去籃板是比較弱的一環 那Dawson在Sony不在的時候 她整個在籃下攻守兩端 都為玉龍帶來很大的一個助力 對 我們看到在Dawson在上個禮拜 是寫下了這個本季的這個個人第一次的2020 33分21個籃板 而且21個籃板裡面有超過一半是進攻籃板 所以靠她一個人基本上 上個禮拜她薪水沒有白領 這個是一個人打但是兩個人的分量 所以當然今天對於台營來說那傷腦筋了 因為台營現在兩名封線型的前鋒的洋將 現在對於陣型上面來講比較難思考 可是現在對於台營來說更困難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現在是傷兵滿盈 目前來講的確我們本土的傷兵 像世恩 像佑任 又在這週可能又沒有辦法上架 其實來講真的算是 本土可用之兵的確不多 但是我們在這週的訓練 我們有用了新的系統 那針對玉龍的洋將的部分 刀陣或是桑尼來講 他們是非常有經驗的球隊 那我們在屬於前鋒性的洋將 我們只能用模擬的方式去做一個混合性的防守 甚至用不斷的溝通 在區域聯防跟丁仁的相互交錯下 看看可以去影響他們的進攻 當然我們要主要是降低他們的命中率 成功率 我認為今天來講 我覺得還是一場非常精彩的球賽 好 現在對於台營來講 這個傷腦筋的問題是 讓他們在九連敗 在今天能不能夠終止的一個關鍵 因為全隊目前五個人 包含李維哲 包含陳宣祥 包含范世仁 包含謝忠榮 以及吳宥任 那當然吳宥任跟范世仁 去上個禮拜打完之後 在本週新天的傷兵 那這個傷兵 再加上兩名洋將現在在對位上面 是前鋒對上三號位 對上四號位 這個問題要怎麼來解決 我想主要這個整個 目前台營的整個戰況 並不是那麼好 大家有時候那麼多球員受傷 對其他反正球員來講 反而是一個好事 有這樣的一個換陣的機會 或許會碰出不一樣的火花 對我們看到 現在台營的停損點 當然谷又還沒有跌停板 但是現在比較傷腦筋的是 戰績上面是持續往下墜落 平均一場的10分 高達了95.2分 那得10分比將近 已經來到12分 這12分的差距 就必須要靠團隊 思考怎麼樣來找方法 來把它迷不上來 當然投籃命中率來講 或許有些時候 是在這個分數 稍微被拉開的情況下 可以回到一定程度的命中率 但是現在對於台營來講 球評認為他們需要來注意哪些部分 或許有機會可以在網上更上一層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個防守 因為台營在過去幾場 一直防守都出現很多的溝通問題 在攻守轉換被對方打了很多快攻 那今天面對的是玉龍 很會抓藍板的刀神 再加上很會傳球的林偉翰 再加上又很會得分的呂正如 如果在防守端今天不做好 即便你的進攻端又有所斬獲 跟玉龍拼分數的話 我想對台營來講不是好事 好當然另外其實對於整個今天台營來講 必須要思考的當然就是他們兩個 對洋將在對位上的困擾 那其中第一個 必須除了刀神在底線有足夠的攪動能量之外 另外在本季目前堪稱是最佳洋將的 這個Sani Sakkini 今天是回歸 必須要來觀察的是他的整體活動的能量 特別是在之前他自己一直談到的 是他的下背傷和肌肉傷勢的其中一個部分 是沒有辦法去做整體上半身的延展的部分 通常這樣的情況這種傷勢 好的機率百分之一百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這樣子帶傷來打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需要顧慮嗎 我覺得第一個他心理層面會有一個考量 第二個就是說他已經有好幾週沒有打 他體能問題也必須要有所調節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教練要試他上場的情況而定 會不斷地去詢問他的一個體能狀況 跟身體背部的一個舒適度 如果可以當然會讓他多打 但今天如果很快地把分數拉開 我想Sani會獲得更大量的時間在板凳上休息 當然現在Sani是聯盟的得分排名第一 平均一場24.3分 所以相對來講他對於球隊來講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在上個禮拜我們也看到 Eric Dawson確實也扮演非常的秤職 我們來關心一下今天兩隊的先發陣容的名單 首先在台影的部分 Andron Space搭配了Angel Nunes 另外還有68號的張博勝 9號的呂宗玲 以及12號的林任宏 而在玉龍娜記的部分 Sani跟Dowson搭配的是 16號的林韋 13號的呂正如 以及12號的胡凱夏 為大家介紹本場執法的三名裁判 分別是鍾玉智先生 何常仁先生 以及歐陽正德先生 今天主播其實也提到說 今天兩邊的洋將對位 似乎好像玉龍佔了很多的優勢 但對台影來講 這兩個都是屬於 從外面打進去的情況之下 其實外圍的開火 跟加上本土球員的開火 還是有機會跟玉龍一拚的 再加上其實今天對位陳明佳來講 已經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那麼多傷兵的情況下 你就大膽去用兵 把板凳上來所有的球員都輪翻上陣上來 因為在過去即便主力都佔的情況下 目前球隊的戰績仍然不佳 那現在這樣子其實已經沒什麼好怕 都在谷底了 其實有時候換了角度來施好 其實讓更多人上場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對 當然現在對於台影來講 我們剛剛有提到 有五名的商兵 吳宥任 宥希的側腹肌 所以相對來講 今天怎麼來調配本土的陣容 在場上的效率 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 而且我們往往看到很多過去 只要有贏球的球隊 都是本土球員有跳出來有所斬獲 如果只有陽相在表現 本土沒有斬獲 其實這個贏球的勝率都不高 是 底波進攻是張博勝 投錢的一個中距離 塞進去交給呂正如 結果被扒了一個火鍋 呂正如這後門開得夠聰明 刀神也穿得有技巧 但台影的Space 封得更有難的時候 結果在嘗試做第二波組織的時候 Angel踩到了邊線 再看一下 地盤球一顆心 塞到李正如手上要起來的時候 剛好被Space 從後面有機會定板 刀神來了 往裡面走的時候是造成的犯規 當然這一球其實就 Angel一個想要去抄球 造成刀神直接切入到籃底下 那當然補防的人頓位完全都沒辦法跟他對抗 火車開進來當然就是犯規收場 而且在過去桑尼受傷的情況下 相對的幫刀神練了不少體能 他練球可能不會練太多 但是在比賽的時候 自然而然他整個體能被帶了起來 不過善前跟他在這個拍攝 宣傳短片的時候 問他上禮拜這樣打累不累 他說 Easy Easy 其實我看他打球在球場上 跟隊友的溝通 跟教練的溝通 覺得就是表情各方面都覺得 是配合度蠻高的一名球員 那補龍也知道 現在整個台延幾乎都是封線型的球員 就進去一個二三區域連環 張博勝 進攻時間要到了 趕快交出來再出手 右邊底線 李宗霖彈一下沒進 籃板自己人跟自己人很強 是 他才很客氣 馬上跟李宗盧說對不起 抓了你一個籃板 男模在上個禮拜是寫下了一個全聯盟的新的里程碑的紀錄 這個總得分是已經超越了天壘 現在是聯盟得分王 最波在籃下要硬扛 結果球出界 而且李宗盧這個分數還不斷的一直在上升 所以以他現在身體健康 再加上他現在是當打之年 再打個三五年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的分數 可能要突破五千五到六千都有可能 這次外線出手 我們沒進 不過籃底下還好 Sony撿到了這個球 最後把他補進 但李宗盧現在是4899 今天只要隨便一個只有夠進去 就是正式站上4900大關 是 但李宗盧距離他特休的年紀 我想他還可以打個六年以上 踩在三分線上的中區 兩分球出手 林仁宏沒有 林仁宏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其實台銀的退防必須要快 因為玉龍是一個攻守轉換 非常好的一個球隊 尤其他有籃板優勢 那這樣一個狀況 退防到籃底下 竟然被這樣這麼大的一個空檔 也是台銀在這一季 也很常發生一個漏洞 林仁宏這是 代思的嘗試出手還是沒有 李正如 往裡面抹了 結果沒進 這就變成勉強出手 是 這一球其實桑尼在籃底下 可以把球做給桑尼 林仁宏直接吃掉了Ari Dowsett 烏凱翔 林仁宏 拐了進來 一起 哇 Joan Nunes直接一掌把他給封了下來 再回來 李仲林帶進一步 中距離出手也是個空行手 對 在開局其實台銀的進攻端打得還不錯 每一個人在外線都有發揮 但就剛剛桑尼的動作看得出他背部仍然是不適 很多動作是做不太出來 而且力量還是有差別 這一次籃下空了 當然這個在 轉換換防的過程裡面出現了一點小瑕疵 對就是一個掩護的換人沒有溝通清楚 也是台銀在這一季其實在捨棚也會常常發這個狀況 籃板球 李仲林 想要來做個假動作 結果差點球掉 重新再來 進攻時間還有8秒 張柏昇 砍3分 這一次也來一個 張柏昇開賽了兩個外線 就是這一場他如果繼續這樣持續開火 很有可能幫助台銀去贏球 張柏昇平均一場可以拿下12.3分 剛剛這個3分球命中就是幫助球隊先取得9比81分領先 重點交過來 就被胡凱昇摸出了邊線 球權還在台銀手上 我們看得出兩波桑尼在籃下 LOPO在單打的情況下 轉身只要上去 似乎都會被ANGEL給破壞掉 那在他做動作跟對抗的力道 跟他過去健康的情況下 仍然是有差別 對就像剛剛現在這一球 李仁宏直接面對桑尼 是往裡面走 而且是基本上沒有什麼阻礙 對 所以其實李奇異教練也不斷在觀察他的狀況 可能隨時會讓他下來休息 也不會讓他打太久 是 你看切傳 桑尼 交給李仁宏之後 繞進來 他自己身體跟進 暫時由李仁宏自己來finish 是 玉龍經過這樣子 桑尼這個hand off 其實李仁宏 他已經習慣這樣 徒羊的配合的打法 ANGEL NUNES 右邊底角的wide open 力道輕了 當然他來到台銀之後 其實並沒有辦法打他最喜歡的3號位 那個基本上 他還是得多幫忙來爭搶籃板 對 道神交進去結果 因為畢竟台銀他並沒有本身 本土球員沒有所謂的國手級的內線球員 都是屬於3號2號的球員 所以只要楊教來到這邊 基本上都要打到4到5號的位置 看剛剛這個道神要交進去地板球 想要再來嘗試看看結果是否能腳踢球 桑尼 再倒出來 胡凱翔外線出手 有肉 這是一個3分9 對 標準的一個insideout的打法 桑尼在籃下直接單打 傳到外圍的凱翔 傳倒之後 蠟把張伯正再來一次 還以顏色 哇 第一節蠟把真的是不得了 他外線定重力之高啊 當然負責防守的球員來講 就要小心 其實張伯順在單姐的得分爆發力是非常夠的 對 而且現在玉龍手一直二三區域聯防 老將張伯正已經完全知道這樣的狀況 他接到球出手是沒有考慮的 嗯 胡凱翔的Airball 張伯順轉進來 要再直接挑戰來 哇 這會是個N1嗎 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球員打開了什麼動作都做得出來 是 是 喇叭要來聲訴一下 是 這個好球啊 就差這麼一點點 他說他已經收球了 這應該是連續動作 不過場上這時候喊出來戰體 目前雙方的比數是4比13 他贏1分領先 來看一下 張伯順剛剛轉進來之後 面對Sunny這個背後的一勾啊 對 是在他收球之後 胡凱翔去犯規 那裁判認定是 他還沒收球就先犯規 所以沒有判連續動作 不然這一球是進算加法的 張伯順 哇 第一節進攻慾望非常的高啊 是 簡單一個Pickhandle就扎上去了 是 腳前去 Eric Dawson有位子了 晃破了兩名的防守球員之後 兩分輕鬆拿 其實就是Eric Dawson厲害的地方 而且 玉龍的攻守轉換就讓Eric Dawson 不斷的擠到籃底下 不需要太多的任何戰術 一個傳水群高位 第一位中鋒硬擠就有位子 喔 Angelo Donets右邊底腳沒進的時候 換成右邊45度腳 對 刀神告訴他繼續快 繼續過來他還是要擠位子 刀神 呂正如 交球之後 糟糕 在右邊底腳有危險 砸進去 結果是碰到了呂忠霖的身體 球出進 對 這一球利用刀神來做一個hand off的情況 呂正如接到的球 是在大腳比較危險的位置 完全被呂正如去干擾到 這個有時候可以趕快 伏地體身預備 說不定可以躲得過 林偉翰 進攻時間要到了 這球被台銀斷掉 Angelo Nunez 前面 交給右邊張柏盛 再回來 面對林偉翰 這球 還猶豫了一下就客氣了 是 Angelo這球真的是猶豫了一下 喔 這一次反而是N1競算了 這也就是我一直在強調台銀的問題 因為Angelo得分之後 其實台銀的其他球員回防 真的是慢了 從這一節打到現在 我們光是看到玉龍隊的快攻次數之多 當然台銀今天的進攻真的是非常不錯 但是你的防守端沒有辦法把對方壓下來 其實打到最後真的是看誰先熄火 誰就是輸球 這一次戰場發球線的是 商譽歸隊的Stanin Sakkin 今天已經得到了8分 喔 真是厲害 其實他今天很多單打動作已經不是像以前的他 但是他還是仍然可以穩定的去得分 可惜加法沒拿 李東林 林任弘 當然在現在傷兵這麼多的情況下 林任弘應該會獲得非常足夠的機會 Angelo Nunes大號3分 這個李稻青 他現在在上週20助攻以及隔場的19助攻之後 你說我受傷我就秀了一手 但是他用頭部的假動作 並沒有用腰部 他背部的傷仍然是有 因為他對抗的力量跟上來的力量沒有像過去那麼足 比中林界就可惜了 李稻翰前面又是偷跑的胡開箱 手球突然沒有人 他也不習慣 這球其實林樂宏完全被上了一刻 他完全已經對到 但是自己突然間補過去 又沒有及時把自己給拉回來 張柏昇明哥李稻翰有身材上的優勢 往裡面開 手球第二排起 結果還是被影響到了 這球三線的呂正如補過來 補得非常到位 李稻翰腳過來 胡開箱又是一個中距離的穩穩出手 又是一個攻守轉換 看啦 邰昇的球員在溝通上又出了一些問題 朗柏昇轉身進來 左手插滿得分 哇 在一個人前面要來打 防守球員比他多的情況 還是很夠沉著 李宗林 哇這球漏掉了 最後往裡面走的時候 球最後出界 球全回到邰昇手上 第一季還有1分42秒 雙方在這時候來做陣容上的調整 他已經把瘋狂射手高建毅放上來 讓李宗林先下去休息 同時 玉龍這邊是把桑尼換下來 把本土的進去大將周博成也放上來 是桑尼其實在這短短的幾分鐘 其實對球隊已經有足夠的貢獻 哇 高建毅要硬起 是 哨音響起的同時 艾瑞道森也把這一球給巴了出去了 而且高建毅很聰明 他知道對外的是林偉翰 而且畢竟身材還是比較小的林偉翰 其實要守他不是那麼容易 他一步就往他身上就上去了 嗯 你想要用靠的方式來買犯規啊 是 當然他一竿上來 其實他的體能是非常足的 那剛剛李宗林其實在過去幾分鐘 整個台營的節奏掌控得還不錯 嗯 那必須要讓更多人來輪替啊 因為畢竟是40分鐘的比賽 是 高建毅 今年球技 當然時間上 上場的時間是稍微比較不足 不過目前一場 還是可以貢獻將近5分 是 不過相對他們的後衛群 是輪番在上陣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機會 嗯 林偉翰 分出來 周波生 掩護之後交球 老神 從距離往裡面開 結果造成了Anton Space的犯規 是 其實 其實 玉龍在本季用了很多的Handoff跟Piccano的打法 那其實 戰術其實在玉龍其實本身系統就有 但是 你會慢慢發覺 其實玉龍他打得越簡單 得分效率越高 如果 曼現在Sabre打了太多系統 其實他的整個效率反而不高了 不過他在之前啊 上個禮拜啊 一開始桑林沒辦法出賽的時候 這個半場系統戰還意外收到了勝利 當然現在也都考驗黎騎一執行教練了 他在 面對不同對手的時候 怎麼發揮自己的優勢啊 雨震路 出手沒有 籃板回到Angel手上 當然少了傷你以後攻守不能打太快 因為刀神會累掛 哈哈哈哈 搞正義來了 往裡面走 這一次海底撈月 當然海底撈還是要先排隊啊 林偉翰交出來 胡開箱 三分線上的Wire Hunt 彈了一下沒進 籃板再回到Angel手上 交過來林任鴻 面對林偉翰 騎停剎車結果 立足了 是剛剛一個防守 下一個進攻 就到籃底下攻守兩端 他必須要去學習更穩定沉著啊 是 DJ還有最後的27秒 Harrie Dawson 中距離出手 這是他喜歡的位置 就這一球 就這一球 理解最後的12秒 這一波驚恐掌握在台銀手上 當然在上禮拜啊 這個計時器壞掉的問題 在今天是稍微獲得的修正 Angel開進去 結果造成了犯規 對 Angel往裡面走的時候 是造成了玉龍的犯規 當然他現在來到台銀之後 過去當然他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3號位置 可以2號跟3號是他最擅長的 不過現在 當然有走江湖喔 有時候你還是得做做你自己 不擅長的事情 對 不過現在是小球當道 因為基本上用四小 一大的陣容跟打法 已經是各個球隊 甚至各個國家都在用 所以當Space在打到5號的位置 其實他打4號跟3號2號是沒什麼差別的 對 最後就是中波進攻 喔 結果 是 從3.9秒 現在剩1.6秒的時候 哨音響起 是 不過這個犯規是有點奇的啦 因為就算要犯也不應該是他來執行 是 來 周博成的企圖就是要來拋半場的三分球 現在剩下1.6秒 李偉翰 開出來交給李鎮爐 轉身之後出手 會是個巴子比他嗎 沒有 喔 在定期的部分 我們看到台銀在今天 確實在群策全力的情況之下 目前打完第一節之一 23比25 領先的玉龍 落後的玉龍2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回到比賽場上 第二節的比賽即將開始 我們看到 在第二節一開始 玉龍還是讓林文海在場上 搭配盧冠良 周博成 呂正如 以及桑尼 當然也是讓桑尼上來 因為刀針 畢竟打了一整集 還是要讓他休息一下 周博成 轉身之後 哇 這是Angel的火鍋 現在我只剩7秒 劉翰 劉樂高正義 直接拔起來出手 彈了一下沒有 籃板 桑尼要來撥的時候 然後 哨音響了 這也是桑尼的犯規 桑尼今天對裁判的桑尼似乎不是很滿意 在第一節他籃下單打 他認為對方有犯規 他沒有吹 但這一球他抓到籃板 他認為是對方卡位 就裁判去吹他犯規 是 但他第一時間一開始的手 是有勾住陳佑許 桑尼在第二節 放上高正義 同時還有龍鴻元 陳玉瑞也上來 搭配Angel Nunes 以及陳佑許 交過來 很快 龍鴻元又暈 終局局限出手 沒有 籃板回到呂建盧手上 連尾翰交給桑尼 哇 這個防守上 完全是沒有注意到桑尼 從左邊殺的進來 是 而且完全在前面 有Angel跟龍鴻元 完全是背對桑尼的情況下 我完全沒有在看進東球員 這是不對的一個防守觀念 桑尼在第一節攻下了10分 第二節一開始 也是他 龍鴻元 我對球位 差點卡住 邀正義 直接拔起來出手 離到大籃 籃板增強 最後回到龍鴻元手上 邀正義 晃了一下 再分出來 這一次45度角的中距離 龍鴻元還是沒進 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幾波攻擊 其實抓防守籃板的都是呂正理 他很清楚知道現在球隊 需要他做什麼事情 哇 場上最小的這一隻 突然殺到新上帝 在打板得分 這個時候是迫使太隱寒 出了暫停 我們請觀眾朋友 稍待片刻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先去看 他 怎麼還剛好 Q一點講 一場敗仗跟輸九場 其實都是虛擾 不過那個精神壓力 累積的會很大 是 而且目前是六隊都在前面 那不像過去可能會有中段班 前段班 後段班 現在好像大家都在同一個前段班 就剩台英自己在後段班 那當然對維成平總教練來講 這當然是一定的有很大的壓力 是 整個時間剩5秒 高正義分出去交給左邊敵人陳又許 三天出手力道輕了 李維漢交給宇正如 然後 沙尼 現在對Angelo 開始背框了 往裡面磨 收球之後 今天Angelo Lunez 是 有展現他一定的火鍋能力 這次拉了一個小關 好強 對 今天沙尼完全在籃下 low post 打Angelo好像似乎沒有什麼方法 而且Angelo都把他抓了死死的 Angelo今天已經有四次的火鍋了 李正如這次跑出了一個空檔 出手沒進 對 同樣的戰術 對 同樣的戰術 另外一邊在做handle 或pickhandle 若偏就會幫呂正如打一個大小 一個空檔射手的位置 是 Angelo Lunez 再來一次 這次想要壓在周柏承上面插板 可惜球沒進 增強的過程裡面 龍鴻圓陪上了衣櫃 再看一次 撞沒有撞開 反而最後只能靠自己往後拉去尋找一點空間 對 這一球其實周柏承 在打國際賽多年 他防守對位 他也很清楚自己身體不能放軟 一旦被頂開 對方一定是很輕鬆把兩分給拿到 沙尼 吳冠良 那個高建議 東落石道靠著沙尼做掩體 繞出了一點機會 可惜沒有 龍鴻圓收來 陳佑循 拼著呂正如展身 哇 這個路已經被預測到了 是 不過這一球其實陳佑循打呂正如非常有耐心 他知道自己的一個盾位跟籃下腳步 因為畢竟過去學生時期陳佑循 就是打籃下腳步助撐的 所以他到籃下一個腳步跟盾位上去 呂正如是比較沒有能力去擋住他的 這個犯規是把陳佑循要送上拔球線 雙方這時候來做陣容上的調整 張柏仙重新回到場上 另外 玉龍這邊則是讓呂正如下去 方向無所不在難 郭昭南 對 郭昭南今天對玉龍隊來講 算是CP值非常高 因為畢竟他過去曾經是被拋棄的一個球員 他自己也離開過 可是回到玉龍隊來 他找到他自己的一個春天 當然玉龍隊也因此又多了一個可用之兵 是可用 好用 給對方機會也是給自己機會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玉龍過去培養的年輕球員 真的都是給很多年輕球員機會 就看你有沒有辦法去把握住 27比29 再試一次 還是失敗啦 其實桑里不信邪 就是要low pose打Angel 不過到目前今天四次low pose跟他對位 都沒有辦法成功 我們再看一次 轉過來 結果我自己帶出了界外 其實Angel的手他有一套 就是他完全不會被他頂開 因為桑里本身他不是彈速或特別快 或彈跳特別高 他是技巧型的 他不是體能類的 是 那Angel是跳得起來 所以當Angel沒有被頂開的情況下 他都有辦法去豐腐桑里的出手 結果兩個人在要過跟船的過程裡面沒有交代清楚 球出界 這時候桑里要下去休息了 我們看刀神是用跑的上來要換他 他說上週累死寶寶了 現在可以讓寶寶稍微休息 體力充沛我再度上來 你用34歲的刀神用寶寶 害我都不太瞬間雞皮疙瘩 尼爾都可以說他是大寶寶了 其實34歲我覺得這個老寶寶也是 而且他在球場上真的是非常可愛的一個球 是 刀神中距離伐球線出手 還是穩穩的 寶寶說休息夠有力就是有力 刀神真的他的投籃如果大家有去做這個命中率 他真的從伐球線開始往左邊算到這個接近底角 這個左半邊是他距離命中率最好的半邊 他就是標準那種非常實在的球員 球風不華麗但他籃板抓得到 他中距離投得近 陳佑旬把刀神晃起來之後往裡面走 這次兩分收下 陳佑旬這一球就聰明了 知道在湖點把刀神給過了 因為刀神的腳步是跟不上他的 但是這是面對 具有低位能力的大個子必須要能夠做的事情 哇但實在在位子連續被刀神與群與球 是而且又是林瑋和Pick and Low的打法 而且背後傳球啊 那刀神其實他做Pick and Low做得少 他都做Pick and Pop 他都在中距離停下來直接接球投籃 哎唷 張國昇要往裡面走的時候 哨音響起 而且整個人是飛出去的 應該是拐到腳了 是這一球應該是腳有半到 所以裁判出了一個阻擋 我的確 腳掌跟腳掌有稍微對到 有定到一下 我們看一下瑞道神 真的在中距離這個 特別是他會出手的空間 他不太會在三分線前一步 他都在罰球線後半步 是 這是他吃飯的地方 是 其實我們看刀神在籃下 他本來就不是單打腳步非常靈活的拳 但是他就是屬於側硬掩護抓籃板 跟中距離跳投型 也是屬於功能性 但他的功能性 他發揮的淋漓盡致 自然而然他的整個數字就會上來 球隊的戰績也會上來 張國昇兩排都有 目前攻下了12分 七頭四中的命中率 掌握度也夠 這次要幫他擋 小叔叔 郭昭南 切進來之後自己的右手半拋 半拋半投的出手也有了 對 在賽前有跟郭昭南稍微聊了一下 心田運用最想到什麼 我想加息 我也想 他很客氣 不過球員就是要用好表現來證明自己 黃詹明剛剛籃下偷襲的時候 林偉翰切傳刀勝 往裡面開再收回來 林偉翰有點危險 再招進去刀勝 顯然面對包夾球 要掉 再救回來 剩下5秒 手球之後一個後側 東區不出手 不進 但是籃板撥撥撥撥 最後還在刀神手上 第二波再起 插板還是沒有 進攻籃板 最後變成在 拉拔跟周伯晨爭場的時候 是 不過郭昭南跟刀神這兩個 不斷的進攻籃板 也為台銀帶來很多壓力 是 如果這一球沒有運氣好 落到張博勝這邊 對台銀來講 可能又要犯規收場 所以是台銀必須要去做更扎實的卡位才行 好 我們看到今天的進攻籃板 目前玉龍有4個 張博勝 帶一波的三不間出手 空心球 4-3 看來出國陳平教練 其實設計了很多戰術 讓張博勝這名老將 做Hand off之後 再一個Pick hand off 去投射 這個三球命中之後 台銀先來又取得領先 36比35 吳冠良大號三分 環宇顏色 也來一個 這個射手群啊 其實接到丁維漢的球 空檔都是蠻大的 所以不用去考慮 而且再加上籃底下 又有籃板魔王 刀神在裡面 有籃板魔王 在湖頂 前右手 交過來 往裡面走 勉強出手 沒有 反國也沒買到 前面沒有好的傳球對象 那就交給有機會的盧冠良 放棄了 放棄的Angelo之後 往裡面走 但不成的情況下 還有周博成 對 這一球是盧冠良 忍得住啊 他先把Angelo給吸引出去 再做切入 當然Angelo一吸引出去之後 籃下完全是沒有一個高度 可以跟周博成來做對抗 上半場剩下三分鐘不到 陳佑許 面對郭昭南 交出來 陳退啊 要來面對林武漢有missmatch的機會 收球 面對三線防守 再交出來 張博成兩秒出手 重距離彈一下沒有 籃板 陳玉瑞差點搶到 郭昭南晃過Angelo Nunes 也沒得手 周博成在籃下在起的時候 吹了一個走不為力 不過前面郭昭南上籃是有點其實 荒了 因為其實左邊大腳 盧冠良已經完全空檔可以分出去了 那這一球有點打得太急了一點 在最後的2分31秒 雙方在做陣容上的調整 看到這個上半場 幾乎沒有休息的Angelo下去 換上安裝Space 林維翰也回來 林維翰也必須下去休息 因為這一季的林維翰真的太辛苦了 上半場打到現在17分多才讓他休息 林維翰交給AntonSpace這一次 左手好喔 今天的呂維翰其實在進攻端 節奏跟配球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小胞 林維翰繞過來往裡面走 吉庭也要出手 結果哨音響起 裁判吹了一個進攻犯規 呂正如在上籃的時候 左手護球動作稍微大了一點 不過回過頭來看 其實今天台銀在防線上的企圖心 可以跟到最後一步的過程 到目前為止是夠的 是 那如果說在退防的過程中 如果交代更清楚的話 今天其實不會讓玉龍得那麼多分 在整個上半場 我們看到其實在台銀隊的攻守轉換退防溝通上 的確出了一些問題 這球黃章銘在湖底的出手 沒進 但是在真傳籃板的過程裡面 是出現了犯規 這時候剩下的1分55秒 上半場結束之前 玉龍寒出了暫停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距離上半場還有最後的1分55秒 目前台銀跟玉龍章比賽的戰況很糾結 只有一個2分球的距離 距離上半場還有最後的1分55秒 當然現在對於整個台銀來說 現在對於整個台銀來說 今天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跟攻克 是要保持士氣不最 是 在今天整個上半場 其實台銀的進攻其實還蠻順暢的 那 唯獨防守端其實做的也不錯 但是就是在攻守轉換這一點 其實交代可以再更好一點 是 翠國珍上來 小心 在半場 李鍾琳的壓迫 差一點點讓翠國珍要回場為力 是 但翠國珍的整個身高 頓位還是優於李鍾琳 所以翠國珍必須要很清楚 當你面對這樣的壓迫 比你小的在你面前壓迫 不需要做太多的排名 只要加速過去就會造成對方的一個犯規 翠國珍有對位上的優勢 當然他今年也是一直保受傷病之苦 刀神硬起 哇 史佩斯想說 我這樣也犯規 我那樣也犯規 我到底要怎麼樣才會不犯規 其實史佩斯他也很清楚知道 刀神是一個籃下單打 沒有腳步很靈活的 一定都是做跳投的動作 那這球是因為整個鋪上去 你點到對方的手肘 嗯 那高度他真的也是差了他一點 史佩斯啊 上半場還沒打完已經三範了 當然就台銀來講 如果今年在整個換洋將大線到以前 我覺得最有可能考慮應該換掉是史佩斯 因為目前 看起來是比較好用的 那就史佩斯他打籃下的一個情況 目前他的一個狀況 雖然數據有 但是對球隊的一些幫助 似乎看起來不是那麼大 黃沙冰外線出手沒有 籃板再回到刀神手上 刀神現在半場已經抓下了13個籃板 水果正 派來想說你到底要繞哪一邊 我轉左轉右轉都沒看到你 是 不過這次轉左邊之後 胡凱翔在左邊底線中距離得手 黃沙冰往裡面給Space 有機會了 起來 刀神要三枚三刀 好 前面有人數上優勢的過程 是 又被吹了一次進攻半括 對 周伯承在籃下硬擠位 把對方給抱住 整個手往後抱 當然這也是玉龍的一個 攻守轉換一個手段 因為他的中鋒只要往到籃底下 第一個時間他就會把對方擠在後面 不管自己有沒有辦法接到球 但是你的封線一旦切進來 被你卡住那個人 就沒有辦法去做協防 沒錯 Space 朱伯承連累胡凱翔又來了 切傳給出來 林恩宏 同樣 李正吳小動作 從背後重點一臂之力 沒被看到 哇 阿倫刀神的火鍋 Space 切傳 蠟把張伯承一秒出手 彈了一下沒有 但是進攻籃板還是在台影手上 這一次 Space想要買犯規 但是 也夠聰明 阿倫刀神今天的防守 不只是火鍋 他光是站在籃下 造成你上籃受阻的情況下 不只是Space 包含剛剛陳宥勳 好幾球完全被他干擾 但Space剛剛這球 處理得太匆忙 他現在高層的鞋子掉了 沒辦法回來作戰了 看到寶寶在撿鞋子也是蠻可愛的 他嘗試著要趕快穿起來 但是一直沒有穿上 當然在最後的這波金融當中 玉龍也沒有辦法得手 打完上半場 目前新北玉龍取得43比40的3分領先 不過在整個上半場的狀況 看到台營的進度上面來說 目前在這20分鐘裡面 還沒有出現過去比較常常 有的1分鐘的恍神也好 或是注意力失去的狀態 對 不過40分鐘的比賽 我們還是要看到下半場能夠延續多久 好 我們在中場為大家訪問到的是 新北玉龍那自己的執行教練 李奇 邀請教練來談一下 在第一節 現在Sony的狀況 是不是 當然在第一節10分 不過整體感覺上他的情況如何 他的進攻的感覺是有 因為他在練習的時候 平常在受傷期間 都是有在維持自己的手感 自己的一些訓練 但他可能離開球場太久 可能對一些防守不畏的觀念 可能就沒有反應的那麼好 那就上半場整個他在Low Post單打 N9四次都完全沒有成功的情況下 在他背部是不是因為有些影響 那到下半場 還會不會讓他持續在籃下去做單打 這樣的動作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要設定是個人單打 但是我們可能覺得 可能對他們會贏吧 所以大家就是打得很簡單 用太多的一對一 但是人家都是有鞋防的 但其實這樣我們打起來是很不順暢 好 謝謝大靈接送我們中央馬雲 謝謝 也請觀眾朋友稍後中場報導 馬上回來 大家一路追著禹龍跑 當然剛剛李奇異京教練也有提到 整個在防守上面來講有點輕忽了 是是台銀追著禹龍跑 台銀追著禹龍跑 你累了嗎 台銀其實今天在進攻段真的非常好 好 張博勝 呂中霖這些 還有陳友荀都有外線的一個演出 包含林仁宏 但是就是可惜就是在攻守轉換 我們看到禹龍很多快攻上籃 還有籃下直接要求啊 就是台銀在整個上半場一個防守 必須要再加以改進的地方 對 其實現在對於台銀來說 怎麼樣能夠讓大家 跑動得更積極的 甚至是在防守上面 斜方上面能夠補到最後那一道房間 我覺得主要就是整個球隊的氛圍 我們看到其實台銀的板凳席上 跟球場上的球員 其實在退防的時候 溝通似乎是稍嫌那麼安靜了一點 太悶的球隊太悶的球員是不會打球 太悶的球隊也不會贏球 所以你盡量贏球 其實今天台銀的進攻端真的是非常好 屢屢的去搶攻籃下 去投外線都有成功 但是在防守端 不斷的讓對方有外圍的投射 還有快攻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再不造成球隊一個活潑的防守 如果是悶的防守情況下 這場球賽即便你再會得分 但是還是不太可能贏球 不過另外我們值得來關注的是 目前整個台銀的進攻 集中在這個老將張博勝 跟這個Anderl Nunes上面 集中當然張博勝半場攻下來15分 所以相對來講 現在對於育勇來說 下半場要怎麼來思考 能夠壓制住張博勝的情況 對 因為張博勝畢竟年紀也是有點大 那過去的幾場比賽 只要他在上半場打得多 下半場他氣力會放進 但是如果你讓他外線不斷的去得手 他的信心上來 腎上腺素力來體力 就用之不進靠之不竭 但是因為育龍上半場守的是 二三區域聯防 自然而然沒有消耗 張博勝太多一個體能 如果下半場 有一個人專門去伺候 張博勝的情況下 自然而然會造成他體力大量的流失 命中率有一下下 對 當然另外我們來看到 在育龍的部分 對 桑尼在上半場 目前是攻下了12分 但目前對於整個桑尼的狀況 是不是還是真的如李奇依教練 談到的 可能稍稍還是有點固定 對 肯定的 其實通常桑兵回到球場上的第一場 或者是第一週 教練心裡面都有一把指 他會視他的情況而定 就第一節來說 其實桑尼的整個狀況還不錯 但就是籃下單打的一個力量 不是那麼的足 那剛剛其實在中場訪問 李奇依教練也講到說 其實Low Pose單打本來就不是設定好的 但因為可能桑尼覺得 他可能不想要太多的跑動 只要Low Pose要求 雖然都沒有成功 但是他還是會做這樣的一個攻擊 那就看下半場 教練怎麼去跟他做一個溝通 對 當然他的連續動作能不能做完 甚至力量能不能夠持續 也是在下半場 可能會是改變戰局的因素之一 在這邊請所有的觀眾朋友 稍待片刻 稍後中場的統計數據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WinTV綜合台 您現在收看的是由 WinTV為您帶來的第16屆 超級籃球聯賽 在這場台銀跟玉龍的比賽 打完上半場 我們來關心一下統計的數據 在投籃命中率的部分 我們看到玉龍的準度 還是非常的夠 39頭19中 將近5成 目前是4成87 而台銀呢 則是40頭15近 目前是3成75 不過在外線的部分 雙方剛剛好乘以2 所以都是不到3成 所以其實在今天中距離 甚至是在切入 甚至是掩護之後的中距離出手 其實雙方的成功率還不低 不過對於在籃板球上面來講 有Eric Dawson在半場抓下了13個籃板之後 現在籃板球的總數 玉龍是取得26比17的領先 而助攻數上面來講 必須要肯定台銀 在今天確實打出了比較多的團隊的組合 而在失誤數上面來講 今天的防守積極度 也造成了玉龍在上半場發生了多達7次的失誤 而自己則是只有2次 在個人表現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蠟把張博勝 現在是一隻獨秀 攻下了全場最高的15分 Ander Nunes有8分 Space和林任宏各有4分的進場 而在玉龍的部分 Sony跟Dowson兩個人合力攻下了23分 胡凱翔現在則是本土選手裡面 標現最好的 當然在上半場我們看到 其實剛剛在半場訪問的部分 這個黎騎一軍教練也有提到 當然很多的單打 不過其實對於整個現在玉龍的戰術體系來講 比較經常使用的是哪部分 在今年整個林偉翰 他整個個人的打法 而且助攻非常突出的情況之下 玉龍做了很多林偉翰的Pick and Low 那在整個上半場其實就做了 他跟Dowson一個簡單的在 五頂的一個位置做Pick and Low 在左邊4號位置有周博成 因為Dowson都是頭中距離的 他必須要派一個在籃下準備抓籃板 Pick and Low之後呢 在右邊的一個射手呂正如 會經過籃下一個上擋 呂正如必須要下滑 但是林偉翰切進去之後 他傳給Dowson的中距離跳投跟自己上籃 還有林偉翰還有呂正如的外線 那基本上 我們在上半場看到他幾乎都傳給Dowson 在做中距離跳投得手 對 當然其實對於整個現在 林偉翰自從25分20出攻 團體團體的續作之後 現在他掌握的是整個聚龍的攻擊的發動 所以由他來衍生出去的戰術 相對來說成功機率如果要讓他大幅的降低 就要切斷他左右兩側可以傳輸的這個路線 是 用講的真的是容易 彈何容易 畢竟林偉翰他現在在SBO打滾多年啊 真的要守他不是那麼容易啊 對 當然如果切不斷他 那就阻止了人家接球 那或許是可以考量比較簡單的方式 但是他現在自己也會得分 就是可怕的地方啊 好 在這邊邀請觀眾朋友來燒彈片刻 當然在戰術的分析當中也提供大家來參考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到第三節比賽現場 開始我們看到其實在上半場的狀態啊 桑尼當然在進攻上面來講 還是目前獄龍最佳利器 特別是如果是Space來防守他的情況之下 哇 這個還被他來個假動作 高級動作 但是整體對於桑尼來說 或許他的下背部的傷勢 還有一點點自己疑慮的部分 但是如果換了Angelo Nunes來守的時候 那狀態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是標準的遺物刻遺物啊 因為桑尼本身他就是一個跑動型攻擊的選手 那他今天來面對Angelo 其實Angelo只是比他瘦 但高度比他高 彈跳也比他好 那他在完全沒有騙掉Angelo 或是沒有頂開他的情況下 他直接在他面前得分是彈何容易 沒錯 當然在對位防守上面來講 Angelo Nunes 在上半場的四個火鍋裡面 三個都是來伺候桑尼 下半場第一次出手中距離得爽 有換句話說桑尼也算貼貼啦 就不信邪偏偏要在他身上不斷地去擔打 他一直在投資Angelo啊 是 天使至今耶 42比43 比翔哥在上半場比較安靜 這次中距離出手彈道也歪了 刀神要砸回來沒砸成 不過整個上半場各項數據啊 其實台銀都是落後的情況之下 而且籃板還落那麼多才輸三分 最主要就是因為玉龍有七次失誤 而且失誤都讓台銀很容易直接上籃得手 那另外一方面張博生半場15分啊 也是鞠躬絕尾 崴進來交出去 呂忠林今後時間要到了 勉強下手的拋球出發 還拋進了兩分啊 所以說今天的呂正如在 呂忠林在球場上啊 打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聰明啊 他知道自己的一個身高的劣勢 他知道什麼時候去助攻什麼時候去得分 TK的又來了 這一次果然成功了 又打Low Pulse 我們才問過李啟毅教練會不會讓他這樣打 他要說中場會再跟他討論討論 那是虛晃一招啊 是 這一邊Anton Space來了一個外線的投射 是 這是個三分球 往裡面走 桑尼再來 第二波 刀神補沒有 補了三次 還是沒有 再喜歡一邊有了 哇這一波刀神賺了三個籃板 不過刀神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幫助育龍得到很多的分數啊 哇 這一球呂忠林傳得很漂亮 是 然後林登宏在快攻他沒有停下腳步 從右邊不斷地跑到左邊接球去勾射 當然現在喔 傷兵滿營 就是要人草木皆兵啊 大家都要動起來了 呂忠儒 今天 蠻慘 被鎖得蠻住的 這球掉了 Angelo 也遭到了呂忠儒的強力壓迫 花了一點時間才過半場 張博勝直接來 喔 直接強行切入要來挑戰籃框的時候造成了犯規 而且這一球假傳真上啊 完全把刀神給騙開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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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現在 刀神來到了三次 再加上Sony今天的一個背部的傷勢啊 所以 刀神必須要很清楚知道說 接下來的比賽 這次的時間他必須要控制 一旦再有響起來 哨音響起 他到四次犯規 他後面也會打得比較辛苦 是 張博勝兩排都有 目前51比47 在第三節 一開始開節的部分 台銀掌握得比較好 是 取得了領先的位置 Jerry Dawson要來單打 Space小他一號 又瘦他一號 哇 這球 要交球就形成失誤 欸 但Sony自己也出現了失誤 那就 呂忠儒 右邊領先連連紅 拿了就跳 跳了就有 這是一個3分球 好 今天的台銀隊其實在面對 玉龍一些失誤之後的反攻 反而是非常有效率 開節的這一波13比4的攻勢 也是讓玉龍必須要喊出暫停 重新再來設定一下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轉換快這個 防守轉換Transition的過程裡面 也掌握了一點優勢 對 尤其整個台銀今天 其實進攻的火力 也不是只有張博社一個人 您認紅包 呂忠儒 其實打算非常的清楚 那 加上兩名洋將 今天有所掌握 現在分數領先 整個是團隊戰力的掌握 哇 桑尼這次要在一起 這次終於換別人請他吃火鍋了 Sand Tom Space 林任紅打得很果決 運來 結果可惜沒放進 因為大腳一開 要來找桑尼 Sakukini 恭喜得手 桑尼要控制自己的脾氣 不斷地在跟裁判撬囂 安德純尼斯 三分球沒有 籃板回到Sony手上 自己帶過來 要交給Rey Dolson 球要掉 被台銀拉了回來 李中林 突然一個巨型大漢在他前面防守 安德純尼斯 左邊敵腳還是沒有 不過在正常籃板的過程裡面 吹的是張博勝的犯規 是 在抓進攻籃板 張博勝一個小小推了一把 還是被裁判給抓到了 哇 當然Nunes現在 這個來到台銀之後 因為他負責的功能比較多 相對來講 他的三分命中率的準度 就比在經久的時候 下降了許多 是肯定 尤其他在攻守兩端 不斷的在跑動 一跑動的情況下 其實在三分出手 他的肌肉就不是那麼的新鮮 命中率自然而然就會下降 我們看到玉龍追手 把林立仁放上來 跟林韋漢來做後場的搭配 好像還有盧冠良 兩大三小 球感林立仁要稍微找一下 勉強出手 想要賴犯規還真的被他賴到了 但林立仁有一段時間沒有出賽 因為林韋漢真的是表現得太出色了 在過去幾場 林韋漢整個表現出色 當然壓縮到其他控球後衛的一個時間 那其他控球後衛上場的時間 當然就是零零閃閃的 三分五分這樣牽 但是必須要知道就是說 這三分鐘五分鐘 也就是你表現自己一個最好的機會 你不能因為教練給你這三分鐘或五分鐘 你就覺得這是很少的時間 那對教練來講 如果在這三分鐘五分鐘不能有所表現 只是換人試試看而已 別罰也有 當然其實我想有時候 真的是這場球評剛剛虧我的 講很簡單 但是你說只有上場三百秒 你要怎麼讓自己真的 每一秒都是物操所持 其實很簡單就是企圖性去攻擊籃框 其實在球場上你如果能夠得分決定一切 而且林立仁他本身是一個外線漸長的球員 他不是主視戰 但是如果你能夠把球配到羊將手上 出來直接出手 他或許就有機會去獲得更大量的上場時間 這次Sunny又要往裡面走 又挨了台營的兩名羊將協防之後的火鍋 是 就說他真的是蠻TK的 搞不好今天其實Low Post單打目前只有一球成功 但是面對他是Angel 他仍然 又是Angel的火鍋 是 所以而且大家發現 Angel其實今天賞 Sunny的火鍋其實他並沒有起飛 是 他就用臂展就夠了 所以Angel第一個是臂展 第二個是他的協調性非常好 他在原地的彈跳就優於Sunny 但Sunny說今天的脾氣上來 是不是因為挨了這四次火鍋面子跨不住 也是有可能 好當然這次的球權增強的過程 現在要透過電視輔助判決來確認一下 到底是 張博勝把球碰出界 還是Sunny之後 有在張博勝的兩隻手的 演示之下有碰到球啊 如果張博勝的腳沒有踢到 好就這個球的路線改變 就看張博勝最後手有沒有touch到 好球權最後還是留在玉龍的手上 是在Sunny撥了一下之後 最後還是touch到張博勝的手出去 盧冠良來開這個底線球 拔出來Sunny 在外線 第一時間沒有 假動作切進來 要再來挑戰籃底下 結果 籃板這次張博勝 有穩穩的剪住了 好 台銀在今天啊 目前上場的10名的球員 其實進攻點算滿平均的 有8個人有得分的紀錄 李仲林 招進去 Space有機會 A1 哇 這個士氣 現在有可能要來倒向台銀這一邊 是 而且一個很簡單的一個Piccan Road 就把球傳到Space上面去了 但好在這次犯規是吹在靈利人身上 吹在刀神身上 那就麻煩了 是 沒錯 當然啊 其實前面也有跟韋成民總教練來討論過 因為你在 假設 真的今年沒有機會再來做 洋將陣容的更換的話 怎麼去找出Nunes跟Space 兩個人 這種 存三號位置的洋將 讓他們發揮極大值 其實與其找出這兩個極大值 不如說找出你的本土球員 怎麼樣去配合這兩名洋將 在整個土洋的一個融合 因為畢竟在中國的農曆年之後 大概只有三週的時間就可以 就必須要去洋將大限 大限就到了 所以你要更換是已經最後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本土球員把它調整上來 跟洋將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又是一個後門 我們看到刀神其實在很多比賽的情況下 他都能夠有效把球傳到本土球員開後門上來 這球呂中英 是呂中英好球喔 是 完全在關東面前耍大刀 在林韋漢面前完全晃了一下 Space飛進來抓籃板 呂中英放慢 背後交給Space面對林韋漢 結果出了這一隻手啊 就架了一下林韋漢被吹了一個進攻犯規 那這球不得不佩服林韋漢 防守的眼鏡一流 先上去夾點了一下 雙手張開讓他一推 整個身體就往後 其實感覺 還好 但是 但是他沒有倒啊 所以沒有加上 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球場比賽的一部分 好 結果現在率先進入到犯規麻煩的是AntonSpace示範了 所以先下去調節一下 往裡面交往Sony的天下 結果這一次 球沒進 但犯規造成了 對我看到刀神其實他雖然是功能性球員 不過在這個high low的一個傳球 他傳得非常到位啊 嗯 完全把 也因為他的中距離可以把Angel給吸引上去 不過在過去喔 Sony還沒有受傷之前 都是Sony站在高位 這個 刀神是站在低位 那現在今天的比賽裡面來講 兩個人的位置有稍微做了一點調整 對我想私底下 Sony跟他溝通 再讓我試一次 哈哈哈哈 我今天在籃下悶了 再讓我打籃下 所以他其實 還是有溝通 其實他非常聰明的球員 知道自己在籃下必須可以得分的 看到今天已經18分了 這球發進球 比數55比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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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龍虹原上來 林樂宏 對林育仁釘得很死 Angel往裡面走 切起來 哇 每一罐客氣了 膽額 這球真的是可惜 是要罐跟不罐之間猶豫了啦 哇 林偉翰的切傳 喔 Sony雖然是嚇到了 但是這球還是穩穩的收進去 對 完全把龍虹原給騙過來 出手沒進 刀身籃板 自己帶 看看前面有誰 林育仁 外線要出手囉 這是一個 三分球 喔 3 這就是我講的 雖然這些本土後衛 你上場可能只有三分鐘五分鐘 但是你是一個外線投射型的拳人 這樣的外圍必須要把握住 原本58比53的領先 現在玉龍這一波7比0的攻勢 是反倒取得了60比58的反超前 當然林偉翰今天確實在 現在啊 剛剛這個助攻 是讓Sony的得分 攻下了 上看到20分的大關 同時今天自己的助攻數也只差一次 就來到了10次 場邊出線暫停 我們來聽一下 韋石民總教練會怎麼來部署 上面 如果 如果 還是讓他外線投了 再改85 你懂得怎麼樣 第二個 欸 你進來做 我們這HOLD做得那麼不錯 你做 你做 你做DUN也好 做UP也好 給球就是 走掉 另外一個走掉出來 然後做另外一個 就好 HANDOFF舞籃之後 這個時間高地狀況都打掉了 好 不要急 來加油 好 我們看到其實當然現在對於韋成平總教練來說 第三節 這個一開節的氣勢非常的好 是4比3的公式 但現在對於傷兵的問題 台銀來講真的是頭大 我們看到 吳悠潤跟范生在上個禮拜 打先發的表現都非常好 但是現在 一個右膝的側腹肌 受傷一個是膝蓋積水 這個禮拜可能要修一到兩個禮拜 當然陳順祥之前的這個 被球打到右手小姐的波救 台銀還需要一個月 那謝忠榮跟李維哲 這個右腳踝跟左腳掌的這個救傷 現在 估計可能也至少要在一個禮拜之後 才會陸續有傷兵來歸隊 但是就他這個傷兵名單來講 對後衛群 對封線群其實影響不大 對4號也很大 對4號也很大 所以ANGEL他必須要去守到一個老外 過去都有謝忠榮來守老外的情況下 他不在的情況 變成ANGEL都要去守 哇 又是ANGEL NUNEZ 今天桑林真的是悶啊 好我們再來講 這個TK他不知道會TK多少次啊 他沒有了解我 他只知道TK不知道TK 是是是 但是 堅持有時候要對的事情要堅持 不對的事情要改變 有時候面子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好暫停過後 有把教練交代的話聽進去 當然剛剛韋神明總教練 是希望大家打的是簡單一點 但是林立然在今天是有帶著準心上場 是 當然也因為對方一個區域的二三聯防 接到一個隊友的傳球 控擋出手 再加上剛剛攻守轉換 桑林在籃下不斷的卡位 造成台銀縮到裡面防守 外圍的大控擋 張柏勝往裡面走 繞出去交給李仲林 進入水先生6秒 大腳開出來 林任鴻用完魂的機會 左邊底線3分9出手 也有 對 所以在近東端 其實台銀那麼多傷兵 其實他外圍射手其實不缺啦 比較缺的就是一個4號位置 能不能有效去守到一個老外 林任鴻今天也攻下11分了 林偉漢 翻出來 Sony 又要來打Angelo Nunes 第二波起來 這次 把Angelo晃起來之後有效果了 但這一球就是他一個 擅長的由外而內的一個打法 是 這球球要掉 結果 地板針球 形成了John Bo 這球不得不佩服 兩名老相 一羽龍羊將也是老相 夠拚啦 前世寶寶三四歲 鋪在地上撥這一球 Sony有受傷在身 也要去搶這個球 沒有問過 刀神叫他寶寶他OK嗎 不管 好歹我也是學長 這是霸凌 當然我們賽後來可以跟他說 把這個球拼幫他取了一個很俏皮的綽號 因為累死寶寶嘛 過去幾周他真的是累 好 剛剛在John Bo的過程 球全輪替在玉龍的手上 台銀這時候再來做陣容上的調整 再把陳玉瑞放上來 讓張柏勝下去調節一下 最後的兩分鐘 因為第四節還是需要他的火力的抑注 那其實整個台銀隊今天 只是張柏勝的體能調節絕對是重 哇 直接要開空中作業機 Sony第一波沒有好機會 再回來交進去了 面對Space已經示範了 硬打 結果沒有 但進攻籃板在Eric Dawson手上 放棄這兩分 哇 有Eric Dawson在 整個他現在在玉龍洋將的位置 似乎是不輸給Sony 嗯 哇 刀神今天已經15分19個籃板了 呂忠霖結果竟然一馬平穿直取中原 是 這一球三次的協防 李力人沒有過來 當然第一道的 李偉翰在一個對方組合式的打法 沒有注意到被呂忠霖切進去了 李偉翰 李力人 第三節砍進來兩個三分球 收球之後後撤這一步中距離出手沒有 籃板呂忠霖抓下來 看看前面 最後第三節一分鐘 陳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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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球要往裡面帶 結果被盧冠良給撥掉 李偉翰 他在慢慢走過來的過程 眼睛大概已經瞄完了場上四名隊友的位置 是 他的眼睛就是雷達 是 刀神 球要掉 沒有 但在出手 籃板回到Space手上 好 當然現在對於玉瑞來講 第四 現在最重要的功能 看看能不能把Space在這一節就把他消耗掉 李重林 轉出來Space 轉身 沒有轉到好空間 勉強的出手 彈了兩下還是讓他彈進去 是 但最後的手感還是把他這兩分給拿下來 當然現在雙方都進入最後一波的攻擊 都把節奏給放慢 嗯 最後時間是15秒 對 台銀來講現在是示範 已經進入加伐的狀態比較不妙 李偉翰 繞過來 直接噴出去 刀神 在伐球線附近 找不到人 再交出來三名 進攻時間要到了 這次出手 沒有 當然在進攻的路線設計上面來講 最後都找不到一個好的出手的人 所以這波的進攻可惜 不過 打完第三節 雙方現在緊張了 比數 67比67 精彩第四節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要賴犯規沒賴到 但是 想要找擦板的空間也沒找到 這次出手 哇 周伯神要接球 結果沒接穩 球回到台銀手上 Space 放慢 陳佑許 交出來陳佑瑞 超級3分的打敗 高三分球 金融石 真勝 等不到階段 Space 直擊頭 三分球 哇 也來了 揹著示範再生的枷鎖 還是讓他砍進去外線 當然他也清楚手套是刀神 往裡面打沒機會 而且刀神完全是沉退著防守 我們看到呂正如又開一個後門 其實在整個防守呂正如是貼上去的情況下 後門自然而然會很多 那其實他一個三線 必須要多做協防才行 呂正如今天比較悶 那麼是東荒荒西荒荒收球之後的出手 沒有籃板增強 最後是球出界 不過不得不說 其實陳佑徐在今天台營的進攻段跟防守段 他其實扮演了很多一些角色 他雖然不是很搶眼人那一朵花 但是他常常那個綠葉 他陪襯得非常好 外星的出手 談了一下沒有 籃板之後回到了二雲刀子的手上 就是他今天仗隊的第20個籃板 在整場籃板的過程裡面燒音再響 整個在搶球的過程裡面 應該是陳佑徐的犯規 你今天陳佑徐啊 面對周柏城也好 高城也好 他都必須要付出很大的海角 他必須要了解到 他現在遇到的都是 噸位 靈活度 籃板都能力非常強的 所以在人家出手的第一個時間 他不用去看球 直接先把人卡住 靈活動 再把靈活動下去休息 靈活動 這一次用背後擋住的陳佑徐 再用左邊視線逼退的Space 右手擦板得分 讓Space知道他是一個很會傳球的球員 所以他不敢完全去封阻 陳佑徐 王家銘出手 籃板撥出來 喇叭張博勝 YOPEN 有啦 火燙的手感延續到第四節 不過倒是今天的陳佑徐接球 似乎沒什麼進攻的企圖心啊 那他必須要拿出這個本事 因為其實他是有這樣的能力的一個球員 張博勝今天攻下了20分 目前全場僅次於SUNNY 刀神 呂正如 再Pass回去 哇 艾瑞刀神跟呂正如兩個人的搭配 是 互相啊 剛剛他給他後門 現在換呂正如傳後門給刀神 73比73平手 哇 在籃底下要來走位的過程 黃家銘跟林綠仁 再來看一下 呂正如跟瑞刀神兩個人搭配 當然Space是已經沒有 不敢再去做太積極的防守了 是肯定的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 面對的是切進來的火車頭寶寶 所以他不敢去封阻 黃家銘 Space 阿瑞刀神想要衝一波 結果形成了犯規 哇這一規 這一規是阿瑞刀神的第四犯 是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三次了 也說球員在球場上 這時候就是有點衝動 因為 在目前這個狀況 他在育龍隊的整個重要性 不會比SUNNY差 尤其到了第四節 他的防守跟籃板的能力 是育龍非常需要依賴的一名球 是 防防在下半場已經是五度的平手了 所以現在的狀況還是很膠著 當然整個太英隊阿 就看張柏勝他的整個進攻的火力 是不是可以延續到整個比賽結束 好當然這個時候 球出界阿 要來挑戰 看看這個球權的歸屬是誰阿 因為現在阿 進入到 決勝節阿 任何一個球權 都有可能會是影響勝負的關鍵 對肯定的 而且現在在雙方的 一個洋將都有示範在身的情況之下 好 張柏勝這球 對SUNNY撥下來之後 不曉得 球出界之前有沒有再碰到 好 最後呢 盼的是球權在玉龍的手上 第四節還有6分53秒 雙方73比73 尾翰真的是 還是持續阿 在緊張時刻 焦灼的戰況還是需要他 找到呂鎮盧 往裡面 時間 最後是自己往裡面 持續在底線遊走的時候 踩到了底線 是一個簡單在左邊的Handoff之後呢 落邊的後擋 給呂鎮盧製造一個大空擋 那這一球還好台銀 他有意識過來 做到對位的防守 不然這一球不是被呂鎮盧跳投 就是直接切入得分 張博勝 蠻不掌理 站起來 出手沒有 前面一打三 先Hold住 再交回來 盧冠良 呂鎮盧製的wide open 撲出去的陳又許 影響到了 那籃板在Space手上 那今天來到第四節 我覺得其實 張博勝得分效果還不錯 是否可以把呂中林 在今天表現得不錯的情況下 在第四節關鍵時刻 把他換上來 因為 在張博勝打到控球之後呢 他拿到球去做得分的機會 就小很多了 是 而且其實呂中林在今天 是 打出了本季最佳演出 是 得分是本季新高 10分 助攻 也是7次的助攻 哇 Space這完全被頂到了 力道都被卸下來了 Sonic 很快 往裡面開 哎唷 結果 直接被 把他扳下去 是 而且Space這一球是 意高人膽大 是 已經四次在身上的情況下 還敢去下這個手 不過他這球下得乾淨俐落 是 整個球放下來 抓過來 相對來講比較沒有 被脆犯規的 當然 他在余光也看到 Angelo準備要換他了 反正這一球 下就是 拿到操球 或者是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場球賽就結束了 是 獨博是防守 是 陳玉瑞 往裡面走 這次左手挑戰籃框放大力了 可惜 其實沒有關係 陳玉瑞本來就要保持這樣一個進攻企圖 因為畢竟他今天上場的時間還算多啊 林瑞翰收球之後的出手沒有 籃板又回到桑林手上 假動作 沒騙到人 自己右手抬了一下 還是沒有 天氣又來啊 今天那個籃下 他似乎背對籃單打成功率不是那麼高啊 最後的五分鐘 交給陳玉瑞 交給陳玉瑞 連對林瑞翰 李正如過來幫忙 再交出來 張博勝 假裝一個背後的要給球 最後是自己把球給放進的籃框 對 完全是一個Randal的打法 一個假背後傳球真上籃 雙方 再對平手 周博勝 起來 Randal的第一拍啊 沒有往下加壓啊 讓周博勝找到出手的空間 這球周博勝等下回休息室 回到宿舍 可以跟桑林講說 我打Angel比你有信心多了 我衝播給你看 張博勝 大號三分球 力道清 桑林 在中場 再把球先穩下來 當然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節奏 因為在對方整個完全五個人 退防的情況下 Cebrey 就必須要做出這樣的一個攻擊的一個節奏 哇這次單打 Angel Nunez 終於成功了 是 還是要拿出他習慣的面對籃的單打 如果他配對籃 今天似乎都沒怎麼成效 不過這一邊很快 陳佑許有機會來挑戰N1 三分圈 是 周博勝這一球 其實真的是稍微大意的一點 因為面對持球 陳佑許啊 讓他直接切上 而且造成這個N1 尤其 比分咬這麼近的情況下 會應該 而且現在 育龍已經進入了加伐狀態 嗯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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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 方向 枯 方向 拔球線 陳柚群這球氣啊 完全沒有辦法把李正如擋下來 南魔今天的出手的感覺也不是很理想 石頭只有兩進攻下了4分 其實南魔在未來的比賽 這幾年他都必須要意識到 他在3分投射機會真的不是很大 除非攻守轉換有那麼一點點機會以外 他大部分的進攻手段 要開始學會做切入或中距離的跳投 或者是分球的一個動作 這樣他進攻多元化 才可以讓他延續更多籃球的生命 因為他在球場上的效率 只不斷的維持住 才比較容易有機會幫助球隊去贏球 李正如剛剛兩發都進 今天是攻上了6分 目前是總得分4905 當然這時候也看到 道森再重新打卡上班 桑林下去再調節一下 這一次 往裡面走 這一次跳起來往後出手沒進 那有 刀神在籃下防守的玉龍 在整個進區完全是有一道牆一樣 不是那麼容易攻破的 好 李正如切的時候 找到了一個好的傳球機會 可惜刀神沒有把球投進去 張博勝 往裡面走 在隊友的掩護之下 飛身上籃得手 張博勝這一球夠成為一個假動作 當然也是小老弟陳友群幫他清出了一條空間來 讓他完全沒有人防守的情況下上籃 巴西比巴西 最後的2分35秒 吳冠良不進 LUNES的籃板 張博勝要再挑戰籃框 這一次沒有了 是 這球周博勝的協防就非常的到位了 呂正如面對呂中林 晃了一下再出手 結果形成了一個三分線上的出手犯規 這球呂正如接到球 兩個姓呂的完全在鬥志 呂中林也知道他要往大腳船 然後呂正如也知道他要補 就直接做個假船 呂正如說 你這樣摸我的腰 我沒有感覺 但是你還是要犯規啊 呂中林今天在防守 林維翰上面 也是付出了很大的體能 是 因為林維翰 但畢竟都做了很多Pick Hand Off 跟Hand Off 其他付出的體能不是在守領尾翰 而是如何去閃掉那些大老外 因為在面對大老外的嚴防 在掩護的情況下 你光是碰撞跟閃的話 你要付出很大的一個體能代價 第二法彈了一下以流 看到今天的 祖光書上面來講 他贏現在是九個 當然有五個是那個張黎送的 對 祖光書上面來講 現在玉龍也還取得領先 22比17 但是對於太英來講 過去的單兵作戰 今天是有 達到不錯的修正效果 是 現在在這個關鍵 讓李正如下去休息啊 讓今天其實手感不錯的 胡凱翔也再度回到球場上 三趴中二 比數83比80 最後這2分05秒 李重林 繞過來 再交回去 Space 那個林偉翰轉起來 瞄準籃板 插板沒有 好 前面 二打一 胡凱翔交給拖車跟進了周伯承 這一次三個人的小組合做搭配 OK 對 這一球其實林樂宏也不敢犯規 因為周伯承接到球已經完全收球要上去 也是個連續動作了 好 當然在緊要的時刻 剩下一分44秒 雙方的差距來到了五分差 稍微有一點點多 台銀還出來暫停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距離比賽中了還有1分44秒 目前雙方的比數是85比80 玉龍剛剛在這一波靠著快攻三線合作 現在是取得了五分的領先 當然整體現在對於台銀來講 還有機會 現在只敗的曙光就在眼前 對 肯定的 因為基本上今天台銀的進攻端不錯 但就在防守端有時候稍嫌有點不注意 但目前這樣的分差 而且新北玉龍目前有四次的犯規 只要維持一定的火力 再加上防守必須要專注 才有機會把這場球再給贏下 雖然後帶進或是中距離出手 算了一下沒有 籃板增強最後回到玉龍手上 今天其實在後面追分的情況下 其實刀神在籃底下 雖然沒有打到你但也嚇到 哇 結果這一次 張博勝的倒有代價 胡凱翔被催了一個進攻犯規 當然現階段也必須要再把 多招男換上來 讓盧冠良稍微冷靜一下 是 因為其實領先的球隊 其實在進攻不需要那麼的急躁 那再加上現在球場上 有刀神一個狀況 其實可以多利用他做掩護 是 當然在擁有刀神的玉龍 今天在籃板上面來講 是取得絕對的領先 這個狐領三分 現在讓台銀看到了機會了 是 是 當然這時候必須要再讓林韋翰再度回到球場上 因為 玉龍現在的最重要指揮官 在這關鍵時刻必須要上來 因為接下來的每一波攻擊都非常重要 那本來 因為 Angelo要換 Space 但是因為投進這個三分 繼續把他留在球場上 哇 Space今天也是忍辱負重啊 背著示範再生 剛剛先砍進了這個三分球 差距縮小的剩下兩分 朵博城面對陳佑徐的防守 那陳佑徐今天防守非常的積極 不過這個犯規 在這時候交換防守 其實這個犯規犯得有點早 是 最後的1分04秒 比數85比83 玉龍領先兩分 朝鎮 交給林韋翰 宇正如 分出來 跟Space 你不敢犯規 結果 是隨便一丟 丟進的同時 有可能會讓Space要領到畢業證書了 是 除了一個計算加法的麻煩 更大的麻煩是Space必須要下場 因為已經 是 是 哇 其實Space在今天 喔 必須來說 這是他來到台灣之後 可能打得最出色的一場比賽 當然 在體型上面來講 他還是只能用他的犯規次數來 犧牲打 但至少 效果上面來講 還OK啊 是 而且他面對的是 玉龍這兩名非常優質的洋將 所以今天他的表現 的確是可選得點 這一球 要了進之後 那先恭喜 在暫停之前 要先恭喜 阿瑞 Dawson 連續兩場演出 20-20 這時候廠商速先暫停 我們請觀眾朋友 稍待片刻 稍後馬上回到精彩的關鍵決勝 56.4秒 他當然是 不過今天他們整體 打出的還是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 來看這波的進攻 能不能先掌握住 當然這波進攻 對台灣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只要有得手的話 其實還是有機會 贏一下這場比賽 米倫宏直接往裡面轉身再交出來 宇宙琳 張博勝不停的三分線這球力道大 籃板之後是被鍾國城拖出的界外 球全還在台銀手上 是 還有一波的機會 如果台銀沒進就必須要趕快去做凍結 當然今天台銀的三分球啊 28頭9中 但有四顆集中在張博勝上面 Space三顆啊 張博勝 轉身之後中距離出手 彈了一下沒有 但是 Angel Lunes 把這球球撲得進去 當然這時候玉龍必須趕快叫出一個暫停啊 在最後36.2秒 雙方剛剛 Angel 撲進了這一球之後 現在這個距離有點危險 當然這個新北育龍大志傑的指定教練 李奇異也必須要來思考一下 要怎麼樣這一波 至少他希望能夠設定到什麼部分 我想應該還是用李偉翰跟Dawson 來做一個掩護 然後呂正如在外面去埋伏一個射手的位置 是 好 我們來聽聽看李奇異教練會怎麼來設計 所以我們等一下拔全場 我們這樣 我們拔全場 來 你可以去打球 OK 所以等一下正如正如站在這裡 好 三年 三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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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往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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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誰 阿倫 阿倫 阿倫阿倫在這裡 所以 你要看這裡 可以跑 如果他會給他 如果要包夾 包夾的話你要上下 好不好 一二三四 後場 就李奇異教練的部署 他是希望用林韋翰來發邊線球 然後讓 讓林韋翰來發後場的球 讓 沙尼來接球 接球之後呢 讓呂正如在外圍做一個埋伏射手的一個位置 那其實在這個時間 其實對台穎來講 其實是可以不用做凍結 因為 手下來如果抖住 還有一波賭三分的機會 好 本來要來開前掌 後來決定放 發後場 是 呂中林很聰明 完全把林韋翰給斷掉 不讓他接球 雙方都進入加伐狀態 所以在防守上來講 都必須要謹慎 是 那這一球就讓 林韋翰來 哇 這一球桑林往裡面走 被抄掉 前面呂中林 瞄了一下自己的出手 有了 這是一個真名比數的三分球 是 而且這也是李仲林生涯得分 新高來到了13分 是 當然其實把球交給桑林也是不錯 因為桑林雖然有三分 畢竟她今天的狀況是不錯的 但最後是失誤收場 但很多都是結果論 哇 這個三分球是一個追平的三分 但在今天雙方的第12次的平手 這場球賽真的是非常精彩 那雖然台銀其實很多傷兵 但是他們回到球場上 其實沒有因為傷兵的關係而確戰 當然這時候場上喊出了戰警 不過李奇異教練還在先跟紀錄台來溝通一下 看看這個時候剩下的時間 14.3秒 要怎麼來處理 當然先來看 李仲林在今天 確實在過去 前面的比賽裡面 也 體型上的劣勢 讓他其實在後場的對決裡面 是吃足了很多苦頭 不過今天 基金是做 一高籃本大的追平三分球 現在先讓台銀看到了有機會 可以在今天來終止 最近這波九連敗的一線曙光 對 主要是今天 李仲林在整個進攻的掌握 節奏非常好 不管是自己得分也好 或幫助隊友 或組織整個球隊 他都拿捏得非常好 那在這個時候 關鍵時刻 三分拿到 把對方 跟現在自己球隊 逼成一個平手的一個敵面 就看這一波防守 能不能手度 把比賽逼到延長賽 是 李美漢 李正如 中距離出手 彈了一下沒有 籃板增強最後回到李仲林手上 往前一改 陳佑喜 有可能是決賽上完 陳佑喜 李仲林 是 最後出手 台灣美俊 哇 沒有想到 是這樣的一個奇蹟式的一球 今天的棋屏 李仲林 絕對是很大的一個攻城 在一個三分拿到手之後 最後一個背後的傳球 在增強籃板 在副城裡面 李仲林撿到球 有 No looking pass 直接往後轉一丟 剛剛陳佑喜 完成了一個絕殺的上籃得分 通常 No looking pass 頂多90度 它是180度 No looking pass 直接往後丟啊 哇 今天這場比賽 我想 裕龍在經過了全場 12次的平手的情況之下 在最後的 14.3秒 是 丟掉了這場比賽 但對於整個台銀來講 今天是打出了一場 高張力的比賽 而且今天的整個台銀隊 是土洋完全一起團隊的發揮 不會因為傷兵 就因為這樣子 在球場上出現的狀況 好 我們在賽後 為大家訪問到的是 今天投出了追平三分 同時傳出了至勝助攻的 呂仲林 先停中林來談一下 蔡今天其實球隊終止連敗 你的表現也寫下了生涯的很多 新的數據啊 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 做好準備吧 教練要我上去做什麼 該做的 我就是做好 教練要的東西 你怎麼這麼平靜 因為其實前面就是有低潮啊 然後就是 還是要準備好自己 因為傷兵很多啊 就是 教練是希望 我們後面補上來的戰力要有 我們想一下那個 剛剛最後追平那個三分 投出去瞬間空氣凝結 你腦袋在想什麼 呂也沒想 因為 緯哥有交代就是 有快攻的時候有機會就是 因為我們落後三分 就是有機會就是 出手啊 剛好我的機會是 最大的所以我就選擇吃爽 對 談一下最後這個助攻 會不會怕沒有人跑到 我那時候看到又許已經有 往前跑了 我魚缸有瞄到 所以我就順勢 就是看結果論了 這個有可能會成為 目前 在農曆年間 春節前 最漂亮的一次助攻 恭喜恭喜朱鎔林 也恭喜台營終止 最近的九連敗 我們請觀眾朋友 稍待片刻 賽後獎評馬上回來 就是 呂中林這個至勝的助攻 陳又許的絕殺上來 是幫助的朋友 最後以90比88 擊敗了新北玉龍 納智傑 而且是聯盟排名第二的強隊 終止了最近的這一波 九連敗 當然在賽後的部分 要先請球評談一下 其實呂中林今天 十三分九助攻都解下了 他個人生涯新高 這樣比賽 台營能夠緊咬不放 最後逆轉獲勝的關鍵原因 整個四節下來 台營不管是本土球員 洋將 全員皆兵 上來之後 每個人都是充滿了一個企圖心 那即便在整個後面 有落後到五分的情況 攻守兩關 他們都棄而不捨的情況 把這個分數給追平 甚至給超前 把這個比賽給逆轉回來 所以這場比賽 台營贏的一點也不含糊 對 當然今天這場比賽 對於台營來說 最後的一分鐘還有五分的落後 但是今天確實是 打出了台營在本季最新 最漂亮 同時也最辛苦的一場勝仗 同時我想這個呂中林的絕殺助攻 在今年農曆年前 大家可以一看再看 當然在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我們要請大家來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的第二場比賽 由富邦勇士 出戰由O.J.Mail 領軍的台北達行工程 即將登場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文靜軍的台北達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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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想看到什么 相信真相的力量 聚集奇迹的就是你 明天你想看到什么 只要大家都能这么相信着 世界就能持续的美好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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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